欢迎来到声乐书轨 每天一本书 让我们一起成长 祝您本期听书愉快 收获满满 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 是富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唐启华的《陆征祥评传》 这是一本540多页后40万字的书 它记录的是中国近代史上 一位成前起后的外交家陆征祥的生平 对陆征祥这个名字 你可能不太熟悉 但他晚年说过的一句话 却是我们在评论国际局势时 常会引用的 这句话就是 若国无外交 陆征祥是在什么背景下 说出这句话的呢 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 1945年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重庆中央日报驻欧洲的记者 找到隐居在比利时的陆征祥 请他以外交前辈的身份 谈谈个人感想 那个时候 陆征祥也是74岁高龄 身份不再是外交官 而是一所天主教修道院的神父 他先是表达了由衷的兴奋 为有生之年 能看到祖国洗血前耻而欣慰 同时他也回顾了自己早年办理 对日外交的沉痛教训 最后总结的话 就是这句 若国无外交 注意了 陆征祥说这句话 可不是单纯的评论 对若国外交的可悲 他是有切夫之痛的 要知道 陆征祥本人从清朝末年起 就参与对俄国和日本的 一系列外交交涉 结果大多不尽如人意 他还曾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身份 列习中日21条谈判 被迫在这份不平等条约上签字 可以说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 陆征祥这个名字是跟屈辱和失败联系在一起的 陆征祥本人也是因为对若国外交心灰意冷 才在50多岁时主动辞去官职 改当天主教神父 这句若国无外交 不光是他对自己外交经历的总结 还隐含着希望中国永远保持强大的期待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若国无外交这句结论 就否定掉陆征祥大半生的探索 他的知名度虽然比不上郭松涛 曾继泽这样的外交前辈 却是近代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代专业外交官 在陆征祥的成长经历里 浓缩了中国人积极了解外部世界 学习外交规则融入世界秩序的努力 辛亥革命后 陆征祥成为北洋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 他力排众议制定严格的用人标准 奠定了中国外交专业化的基础 像顾维军这样的后起之秀 就是陆征祥一手提拔的 在政局动荡的北洋时代 中国的外交政策能保持基本稳定 甚至能为国家争回一些权益 跟陆征祥是分不开的 另外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件大事 也和陆征祥有关 我们都知道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 中国外交官顾维军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在列强面前据礼力争 展现出坚定的民族气节 但你可能不知道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 团长其实是陆征祥 顾维军的发言机会 就是陆征祥为他争取的 作为北洋政府外交总长 陆征祥不仅积极推动中国参加一战 力图提升在战后的国际地位 他还下定决心不再损害中国利益的 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魄力的 听完陆征祥的故事 你不仅能了解这位传奇外交官的成长经历 你还会发现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他在外交技巧上的软实力 应当是并行不备的 这对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政治也是很有益的参考 本书作者唐启华是一位出生于中国台湾的资深学者 他在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取得博士学位 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唐启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外交史 是这个领域公认的权威 他的代表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逻辑思维》节目第二季曾经专门推荐过 这本《陆征祥评传》是唐教授的新著 为了确保研究的可信度 他大量参考陆征祥本人保存在比利时的文献档案 其中有陆征祥的个人日记 书信和公函做了扎实的前期准备 相信这本《陆征祥评传》 不仅能带你认识一个真实的陆征祥 还能丰富你对外交事务的认知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 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陆征祥是怎样从一届贫民之子 成长为近代著名外交官的 他对中国外交的专业化做出过哪些贡献 在第二部分里 我会为你还原 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上有着怎样的表现 他和顾维军是怎样密切合作 在逆境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位驻外使节是谁吗 如果你对晚清历史有所了解 那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答案是郭松涛 1876年 郭松涛以兵部左侍郎的身份 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前往伦敦上任 他和后来主持中俄伊犁条约谈判的曾继泽 以及派驻德国的李凤包等人一道 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但注意了 郭松涛曾继泽他们干的虽然是外事工作 却不能算是外交领域的专业人才 就拿郭松涛来说 1876年初始英国时 他已经58岁了 青少年时代 他读的是四书五经 考取过科举功名 后来还做过十几年地方官 只是到了中年以后 因为清政府迫切需要跟欧美列强发展关系 郭松涛又对洋务略知一二 才被抽调去了外交部门 其他第一代外交官 情况也跟郭松涛差不多 他们不懂外语 从中年才开始接触外部世界 虽然爱国热情很高 却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需要有真正的专业人士来接班 那专业的外交人才应该怎么培养呢 这个问题放在今天很好回答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的外语院校 大学里会开设像国际政治 国际贸易这样的细科 学生要掌握从外语 国际法到各国国情在内的广播知识 再通过出国考察和驻外工作积累阅历 随后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但在十九世纪末的晚清 这样的条件是完全不具备的 甲午战争之前 整个中国提供外语专业教育的官办学校 只有三所 一所是京师同文馆 一所是广州同文馆 第三所则是上海广方研馆 广方就是四面八方的意思 本书主人公陆征祥就是在12岁那年考进的广方研馆 注意了 陆征祥进入广方研馆的时间是1883年 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认可的教育模式 还是熟读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 学外语 接触西洋学问 在一般人眼里根本不是正途 那陆征祥为什么走了一条非主流的路呢 说起来也很心酸 陆征祥的父亲是上海一家典当行的小职员 中年丧期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陆征祥长到十岁时 父亲才有钱送他进私塾读书 但两年后学费就交不上了 而广方研馆这所新式学校 不但不收学费 还提供住宿和伙食 刚好可以圆陆征祥的读书梦 另外 陆征祥的父亲曾经在教会打过杂 对西学没有那么排斥 在他看来 儿子如果能学一门外语 将来再和洋务有关的电报局找份工作 就很不错了 压根没想过要培养他当外交官 广方研馆这所学校 本来也不是培养外交人才的 他的学制总共是六年 除了教授一门外语 还会给学生上西洋式的数学 物理和地理课 并且配备外教 拿今天的话说 它是一所外国语特色中学 但这个特色又是极度偏重实用的 学生从第四年开始 就要协助老师翻译外文电报和报刊书籍 还要给清政府聘请的外国顾问当助理 等到学成毕业 大部分人会被分配到洋务企业 从事科技翻译工作 但陆征祥有一个陶巧的地方 他进的是广方研馆的法语版 而法语在17到19世纪 是欧洲外交和法律界的通用语言 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 正式文本都是用法语书写的 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官 在社交场合也习惯说法语 中国要发展外交 当然也要网络法语人才 因此陆征祥在正式毕业前 就被清政府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机构 总理衙门向重 送到京师同文馆 也就是外交部附属语言学校 做进一步进修 1891年底 他被分配到中国驻俄国公事馆 担任见习翻译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 按照晚清政府对驻外官员的考核办法 像陆征祥这样的年轻人 每隔三年会凭一次业绩 第一次考评合格就授予六品官衔 以后逐年递增 理想情况下 一名出身行为的外交官 只用花九年时间就可以晋升到 从四品官位相当于支付 大多数人到了这个阶段 会主动申调回国 找一份更有实权的肥差 换句话说 外交工作对许多人而言 只是进入官场的跳板 陆征祥最初的想法 其实也差不多 但他在派驻俄国时 认识了一位语重心长的老师 被彻底说服 决心把外交当做自己一生的置业 这位老师就是当时的 中国驻俄国公使徐景成 徐景成这个名字 你可能不太熟悉 但在晚清外交界 他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开始 徐景成也是靠科举考试进了官场 后来因为他思想开明 关心时局 不到40岁就被调进外交系统 长期派驻国外 徐景成做过驻德国和法国的公使 曾经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 后来又主管对俄外交 当上了二品大官 不过在私底下 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仕途 而是中国的险恶处境 他告诉年轻的陆征祥 在19世纪末的世界舞台上 中国只是一个可悲的配角 清朝的整体国力已经江河日下 在这种形势下 继续一练没落的旧体制 即使能谋得一官半职 长期来看也是靠不住的 徐景成希望陆征祥沉下心来 一面研究西方列强船间炮利的深层原因 为改革中国做准备 一面在现行的国际规则下 为中国伸张权益 保全民族独立 这番情真意切的忠告 陆征祥直到50年后还经常提起 作为清末第一代外交官里的佼佼者 徐景成在初始欧洲时 曾经专门学过法语 能做基本的阅读 但他依然叹息自己走出国门太晚 过了积累学识的最佳阶段 面对刚满20岁 法语功底已经相当扎实的陆征祥 徐景成是既羡慕又兴奋 决心培养陆征祥 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专才 那做一名合格的外交官 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徐景成总结了三个词 学识 资格 经验 这里说的资格不是指文凭 而在国际外交圈里的人脉 徐景成告诉陆征祥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要想在三项素质上都打好基础 至少要花15年时间 满20年时就有能力胜任公使的工作了 问题又来了 前面已经提到 清末是没有正规外交院校的 那徐景成对陆征祥的培养又该如何做起呢 徐景成自己想了一个土办法 就是像工匠带徒弟一样 每天给陆征祥上课 手把手教他怎么办外交 这样的耳提面命持续了整整六年 为了避免被同僚说成结党营私 徐景成还得瞒着其他下属 对外只说他爱跟陆征祥这个小伙子闲聊 其实两个人闲聊的内容 有西方国际法的出处 有外事礼仪和起草公文的细节 还有人际交往技巧 说到激动出 徐景成甚至会拍案而起 痛斥官场的种种陋习 陆征祥晚年回忆说 当日我们师生两人 每天谈心 血笑杂作 那种快乐 我想中国四万万人中 恐只有我们两人享受着 有同事甚至给陆征祥起了个外号 就叫小许 不过光靠言语点拨肯定是不够的 1895年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李鸿章发电报给徐景成 要他和俄国政府协商 试图联俄制日 徐景成成绩要来马关条约的完整谈判记录 让陆征祥抄写研究 分析日本利用了哪些国际法里的漏洞 中国又犯了哪些错误 他还派陆征祥出席俄国主办的 第四届国际铁道大会 专门记录国际会议有哪些固定流程 各国代表要怎么发言 可别小看这种观察 要知道 中国近代外交是从点对点的双边接触开始的 一般官员对外交的理解 只是和某个具体的国家打交道 根本不知道还有多边会议 还可以在国际大会上为本国争取利益 陆征祥早早接触到国际大会 这就离现代外交又近了一步 到了1899年 陆征祥还娶了一位比自己大15岁的比利时高官之女 陪德夫人 这在当时也是一桩石破天惊的新闻 当然 祝俄生活给陆征祥带来的不仅有新奇的经历 也有弱国无外交的痛楚 1900年7月 第一个恶好传来 陆征祥的恩师徐景成 在回国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后 因为反对慈禧太后对欧美各国开战 被下旨斩首 紧接着 中国遭到八国联军入侵 东北地区被俄国出兵侵占 陆征祥出席了21次中俄外交谈判 目睹俄方的威胁恐吓 内心悲感屈辱 但他想到徐景成生前的叮嘱 保持住了定力 为敦促俄国撤军聚力力争 甚至赢得了俄方代表的尊重 清政府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 在1906年 破格提拔他为三贫顶带的驻荷兰公使 那一年 陆征祥刚满35岁 在荷兰这个西欧小国 陆征祥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出席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 二是主持签订中国与荷兰的领事条约 这两件事听起来不算大 意义却很深远 比如今天我们熟知的海牙国际法院 他的前身就是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上建立的 陆征祥因为精通法语 主动要求发言 为中国争取到一个轮值常驻法官的席位 中国加入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资格 也是陆征祥通过一系列会谈商定的 在跟荷兰商讨领事条约时 他更是拒不退让 把灵活的手腕和坚定的立场结合起来 保全了和属殖民地境内华侨的利益 这也为他赢得了谈判高手的名声 但是陆征祥并没有因此就沾沾自喜 他注意到清末外交有两项制度缺陷 首先总理衙门及其后续机构外务部的负责人 主要是满洲贵族 他们不懂专业知识却有决策权 可以发号施令 这对外交有百害而无一利 另外清朝的驻外使馆实行的是保举制 公使一个人手里掌握几十个编制 可以随意分配给自己的亲信 这就导致外交队伍里充斥着大量结党营私 孤名调狱的投机分子 陆征祥做一名专业外交官 是希望改变这种局面的 而改革的机会几年后居然真的出现了 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 控制北京政权的袁世凯 发电报给陆征祥 要他立即回国 出任北洋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 其实袁世凯和陆征祥此前并没有来往 他会重用陆征祥 主要是看中这位41岁的外交官 长期驻扎欧洲 没有卷入国内权力斗争 不会帮助孙中山的国民党 陆征祥则借机提出专业主义的口号 对外交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首先他颁布外交部组织章程 设置了一厅四室的编制架构 把外交部总部的人员数量压缩到100人 清末留下的90多名冗官被一次性裁撤 提高了办事效率 其次陆征祥还废除了保取制 他规定所有外交系统官员 大到司长公使小到翻译都必须通过资质考核 至少要会议门外语 还不准在其他部门兼职 经过这番整顿 中国外交官里留学生的比例超过了50% 再也不是盲人摸象了 在陆征祥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里 最值得称到的是他对新近人才的提拔 就拿顾维军来说 他虽然是美国海归 又当过袁世凯的英文秘书 但他的岳父前总理唐绍仪 却是陆征祥在外交系统里的竞争者 要是按清末官场的潜规则 顾维军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 但陆征祥可不管这套陈规陋习 他发觉顾维军专业能力很强 又有上进心 直接安排他做了自己的智囊 1915年又破格提拔顾维军 出任驻美国公使 那年顾维军只有27岁 像这样的年轻专业外交官 陆征祥一共提拔了60多位 其中一些人直到抗战时期 还在挑起中国外交的大量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外交的专业化转型中 陆征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跟他的专业精神和淡泊名利的性格 是分不开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记录的陆征祥个人的成长经历 以及他对民国外交做出的重大改革 聊完这个话题就得说说巴黎和会了 前面已经提到陆征祥特别重视大型国际会议 他认为中国国力贫弱 在单对单的谈判中很容易吃亏 但参加几十个国家的集体会议就不一样了 明面上这种会议是一国一票 大家地位平等 弱国代表只要言之有据 善于周选也能争取到不少空间 因此 1912年出任外交总长后 陆征祥专门招募了一批国际法专家 研究晚清留下的国际条约里的漏洞 准备在1915年召开的第三次海牙会议上 提出反制方案 这次会议后来由于一战爆发 没有暗期召开 但陆征祥为参加海牙会议做的准备 却成为中国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方案的雏形 不过陆征祥作为外交家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 从交涉经验看 他在清末主要是和俄国打交道 参加的几次中俄谈判 因为硬实力对比太过悬殊 几乎都以中方被迫让步告终 换句话说 在一对一的大国外交中 陆征祥缺乏成功经验 而在民国初年 中国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日本 这是一个陆征祥不熟悉的国家 在个人情感上 他是反日爱国的 出任外交总长后 陆征祥专门请大翻一家林书写了一幅字 挂在办公室里 这幅字是不忘记马关 以此提醒同僚牢记甲午国旨 但在实际操作中 陆征祥的顶头上子袁世凯秉持亲日立场 希望借日本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 甚至复辟称帝 这就导致陆征祥在对日交涉中 不敢轻易采取强硬立场 背上了投降派的骂名 说到陆征祥和袁世凯的关系 这是他的第二强弱点 前面已经提到 陆征祥从1891年开始 连续20多年都在海外工作生活 对中国政坛了解不多 在他眼里 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家 自己应当全力配合袁世凯的执政路线 让国家更稳定 袁世凯对陆征祥也相当信任 不仅让他执掌外交部 还一度任命他为国务总理 这样一来 陆征祥对袁世凯的意见就更不敢反驳了 这种委屈求全 发展到1915年 终于招来了大祸 日本利用一战爆发后 欧美列强无暇他顾的时机 提出了全面侵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主权的21条 袁世凯对此态度暧昧 认为不接受日本的要求 自己复辟会受影响 尽管陆征祥作为中方谈判代表 拒绝了日方胃口最大的第五号条件 勉强商量出一份相对宽松的中日民室条约 但他的名字 还是和这段屈辱的历史永远绑定了 民室条约签署之后 陆征祥痛定思痛 提出了一个迂回外交的点子 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对中国步步紧逼 不仅是由于中国国力贫弱 更是因为中国没有参加一战 在欧美列强眼里是一颗可以牺牲的棋子 如果中国加入英法主导的协约国集团 中国和日本在名义上就成了同一阵营的盟友 日本再侵略中国就得顾及其他国家的压力 所以从1915年开始 陆征祥始终呼吁中国尽快参战 北洋政府也的确在1917年 正式成为了协约国的一员 另外 陆征祥还早早开始规划战后中国的外交布局 早在1914年 法国驻华公使就告知北洋政府 如果一战以协约国集团的胜利告终 英法打算召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 全面调整全球外交秩序 陆征祥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行动起来组织外交人才为参加和会做准备 他还意识到美国是当时新兴的全球大国 它不仅对英法两国的政策有很大影响 在中国问题上立场也跟日本对立 如果能结交美国 对中国战后的处境会很有好处 因此 陆征祥在1918年一战结束之前 就通过顾维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 双方一致行动 连美制日的主张 美国也早早发出了支持中国参加战后和会的邀请 这个消息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 日本政府这才认识到 陆征祥很有套略 绝不是投降派 关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 想必你已经知道 锋芒毕露的顾维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但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顾维军当时的职务是中国驻美国公使 按照政策安排 他是不会出现在巴黎的 顾维军的亮相主要就是源自陆征祥的坚持 陆征祥认为 既然中国希望连美制日 就得有一位熟悉美国外交 和美国政府官员有密切来往的官员在场 顾维军是最佳人选 他本人甚至还选了一条舍尽求远的路线 前往巴黎 先坐船到日本 敷衍日本政府 再前往美国 在美国报纸上公开放出要求 收回山东主权 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立场 制造舆论压力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 一共有13人 其中5人获得了大会正式代表的席位 这跟陆征祥的幕后运作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样大费周章的努力 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英法两国在和会上明显偏袒日本 美国则因为威尔逊总统出尔反尔 最终没能兑现全力支持中国的承诺 但陆征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还是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首先在1919年4月 中日代表围绕山东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陆征祥不仅依靠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 帮助顾维军准备发言稿 还亲自下场驳斥日方的主张 到了当年6月底 外交败局已定 因为生病住进医院的陆征祥 在没有获得北洋政府批准的情况下 主动做出了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的决定 展现出了民族气节 但他又审时度势 同意签署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对奥地利合约 到了1922年 中国正是以对澳合约签字国的身份 列席在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 最终收回了山东主权 可以说正是因为陆征祥的坚持 山东才能在一系列波折之后 回到中国手中 不过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 正深陷在军阀混战的漩涡里 陆征祥不仅在外交上壮志难筹 还受到多种疾病的困扰 逐渐萌生了退出政坛的想法 1922年 陆征祥主动要求降职 出任驻欧洲小国瑞士的公使 5年后 因为夫人去世 他正式宣布退休 留在比利时 当了一名天主教神父 到那时为止 北洋政府还欠着陆征祥两年薪水 就连全体使馆馆员的工资 也是陆征祥自己垫付的 这几笔钱 总共是57000银元 再加1400英镑 一直到陆征祥去世都没有结清 但陆征祥并没有因为遭遇欠想 自己又已经侨居海外 就放弃对祖国的关注 918事变后 他自费在欧洲出版了好几本 介绍日本侵华问题的小册子 还给顾为军写信建言 为中国外交出谋划策 所幸 他在去世之前4年 最终看到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并为此欢欣鼓舞 这是对这位曾经的弱国外交家 最好的安慰 好了 关于唐启华这本 陆征祥评传的主要内容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在中国外交史上 陆征祥曾经创下过一系列第一 他是清末第一位 在国际会议上 做主题发言的外交官 在驻外公使里 第一个剪掉辫子 也是第一位以专业外交官身份 出任内阁总理的高官 尽管由于他和袁世凯的私人关系 以及中国外交委曲求全的现实 陆征祥给我们留下的固有印象 不算太正面 但他从清末参与对俄交涉开始 不断积累经验 努力实现外交人员的专业化 和外交运作的正规化 却是值得肯定的 在1895年参与马关条约谈判时 中国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到了1919年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已经能清晰地阐述自己的主张 和日本展开辩论 并向国际舆论争取支持 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努力下 中国才得以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 扮演重要角色 当然 外交知识和技巧 也需要可靠的国力作为支持 鲁征祥凯探 弱国无外交 是他对民事条约 和巴黎和会交涉失败的由衷之感 中国代表虽然有良好的专业能力 和提前谋划 在强权政治主导的巴黎和会上仍不免功亏一篑 索性今天的中国已经强大起来 当扎实的国力和专业素养结合起来时 一定能取得更丰硕的外交成果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